日前在玻利维亚的一场联赛当中 一名叫做迪图的门将 在本方禁区一个大脚 直接将皮球送进了对方大门 这粒神奇的禁球 有望角逐今年的普什卡十奖 当全场比赛快结束时 一比二落后的圣河赛德奥罗队 大举进攻 不过这位球员将皮球 直接送到了玻利瓦尔队门将手中 看到对方门将已经来到本方禁区 迪图趁机一个大脚将皮球开出 没想到这一脚力度和方向刚刚好 皮球穿越了整个球场 不偏不倚的滚进了对方球门 就在这时裁判吹响了中场哨 全场比分最终定格在三比一 打进神奇进球的这位门将 成为了全场的焦点 队友们一一送上拥抱表示祝贺 主场的球迷也送上了雷鸣般的掌声 放眼世界足坛 门将在本方禁区开大脚 直接破门 绝对是可遇而不可求 这力进球绝对有资格掘逐2017年度的普什卡什奖 体育频道编译报道